好 那我们昨天来讲的话 已经是不是准备开始来证说了 修行八纪的证文了吗 他在证说修行八纪的证文的时候呢 大家有记得说我们是什么的话呢 他在分八个祭奏嘛 我们在分八个祭奏当中来讲的话呢 这八个祭奏是什么是 第一个祭奏是什么是把它的略说 二到七等于是说它的广似 以及第八纪是把它总设其一面的意思了 就是再讲一下 从修行八纪的本身结构性 如果去做一个分析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第一个祭奏是它的略说 二到七是它的广似 以及第八个祭奏是总设以上的这个意思 来做一个总结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在证文的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什么呢 我与一切有情众 是之由圣如意宝 依笔能成究竟力 愿当心怀真爱情 或愿当心学真爱情 不管是用赖恩邦邦邦大师自己的文词也好 或者我们用后者的劝请的方法来讲 就像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 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念那种 广论设诵的时候呢 宗大师所写的是什么 是说 于且者我是如此修 如果是后学者也应如是行的时候呢 那在我们在念诵的时候 我们会做 在念诵的时候会改变的 我不会说于且者我是如此修 上师们是如此修 追随者我也亦如是行 我们会这样子念说就是什么 就是宗大师自己原有的经文会有一种不同的念词 可是当然没有一个人说会自己念说把自己叫我于学者我 那样子或者修行者我 那当然大家不会用这样子的用词来讲 一样在这边来讲说 愿长心怀的时候呢 这是我们后者的追随者 我们要学着说我可以像 蓝恩潘大师一样这样学习呢 我就这样学 而蓝恩潘大师本身是什么 是愿长心学争爱情 有些我看有些是 有些人是愿长心怀争爱习 我觉得是可能是这边是我们这边打错字了 我看到大部分的字 应该是不是争爱情而是争爱习 你看我昨天在翻译的时候 我就是争爱习 可习的习 爱习的习 这个字应该不是争爱情 是争爱习 这个是打错字 大家可以顺便在这边来做一个一下的改变 就是一些修改 是这边来讲 那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是说我 是不是从修行者本身 老师昨天讲了 或者我们说这边 这边是分五个 五个大个科判 或五个大个段落去了解这一句话 我 我是代表说什么修行者我 就什么呢 或者说要修 我爱子的过患 以及爱他心的这个胜利的这个我呢 这个我在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我们在藏文这边有一个说它的分辨词 后面在我这个后面 它紧接着有一个分辨词 这代表说什么呢 我是要随着后面的所有地方都要加上去 什么就是我这边有说 我与一切有情众乃至下面也是什么 我与谁处与谁为伴食 也是这样 后面来说我与一举一动观之心 全部的我都要一一一加上去 不仅不只是在第一句 对不起 第一季的第一句这样加 在于每一个寄送 每一个寄送前面都是要由这个我 我来去做观修 看这个我 有从世俗上面去思维就是说什么呢 就思维说是修行者我 或者说观看我爱值得过患 以及立他心的这个利益的这个我 如果从更深一层的从空性加起来这个我 是什么呢 就是观修说 像尊者常说的 这边是明言有的我 仅为依靠孕体而安逸出来的我 而没有自信 没有第十的这个我 可以讲到这个我是什么 这就是说实际上是世俗上 明言上的这个我 没有这个圣业的我 为什么 那与一切有情众 这是什么呢 所缘尽 我的所缘是一切的有情 那我要保持的什么样的心态 依着什么的方法 获得什么的果 这是这三者 一个科判 是 是至由胜如意宝 依比能成就近利 应该说 这边是至由胜如意宝 依比能成就近利 是什么呢 我要保持的这个心态 是什么呢 是因为 把一切众生看成为 像比如意宝更为珍贵 更为珍贵 因为它可以带来究竟的利益 是不是原因也好 或者它的能办的 能成就的这个因素 来这边来讲的时候呢 那我们昨天 老师在花了比较多的解释 是不是对如意宝 如意宝就是什么 不管是有真实 还是那种故事上面说的如意宝 故事也好 真实也好 说的如意宝是什么 是如果可以持着这个物品的话 它可以承办一切的 今世的所需求的 可是承办今世的所需求 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承办的外在的 荣华富贵 或者生与上的这种的安乐 那 从这么珍贵的一个说 可以承办今世的荣华富贵 对外在的生与的这个安乐的 如果可以承办的时候呢 可是我们为什么把众生 是不是前面要结合的 一切友情众 众生们比这个如意宝更为珍贵呢 因为是由众生可以带来 才能带来真正的 不仅仅是外在 而是真的内心的安乐 是不是老师也举着这个例子 就是说大家看到说 有再大的外在的荣华富贵 你说这个人内心是一定有安乐 未必然吗 反而还要说什么 有些人物欲是比较少 反而内心的安乐更为重 不要说什么 因为我们很少 我说这一次外面的 碰碎法师跟老师 我们可能要大家在一起 已经是聚在一起 至少是15年前了 我们就每天在讲说 虽然以前的那种的生活物质条件 是非常的差 可是现在还是很怀旧在于说 那个时候的大家的 在三大寺的情况 我们一坐下来就谈完 每天老师就来说 我们为什么都谈到一两点那样子 为什么要谈到这么多 我们就在讲那种 那种往昔的那种 所有的寺院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就这样说 这就是真的这样说什么 是说 你看虽然那个时候的物欲 或者物质的这种的情况 没有那么好 可是每每回想到 那边的话 那时候的安乐 比现在说 你有再好的物质的条件 都会更为快乐 相信说大家自己 从自己的经验 可能很多都有 类似的那种经验 所以我就不多 讲这个来讲的话 什么呢 因为众生可以承办一切的暂时 究竟乃至真上身 究竟是所有的安乐来讲的话 他是已经他可以承办究竟的利益 所以这是一直什么想法 一直什么方便 而怎么去承办 第四个什么果位 什么果位 他承办是什么 是究竟的果 最殊胜的果来讲 他依这个来讲的话 什么 愿藏心血 珍爱习 大家要帮我再改这个字 刚刚就是爱习的习 而不是爱情的情 是爱习的习 那愿藏 藏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时间的 在这个时间上面的差别 这个时间不是只是一段时间 或一些哪几个月 哪几个礼拜 哪几年 而是说什么呢 是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情况下 我都什么呢 我都愿意去把内心去珍惜 这边所谓的珍爱 因为老师是说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所中文翻的字 我们就以前 因为你看我是不是就说我们为什么 因为老师他是一直把 我们在藏文 因为他为什么会想说 一直要讲我爱之 他爱之 因为来讲 我们在翻译的 中文的翻译来讲 他没有他爱之这个词 我们都是我爱之爱他心 因为你说爱他之 听起来有一点蛮奇怪的 就好像很相违背的时候 因为在藏文的话 它的确是同样一个词汇 它是一模一样一个词汇 为什么老师会说 你没有翻到我要的 就是他意味就是说我们中文 可是我们中文 我们一般的人的翻译 不是翻爱他之 我们就是分我爱之跟爱他心 总之他这个来讲什么 他说这个爱来讲的话 因为在藏文对于爱的这个理解的话 是一种好像情绪上的喜欢 而这边所谓的爱 不是说情绪上的喜欢 而是说我去珍爱 不是真正的珍 是珍贵的珍 我去珍惜疼爱 以这个来去做这个来讲的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来讲的话 我说愿长心喜欢的 或者觉得为珍贵来讲的话 它不一定是有珍爱 我们老师昨天是不是举的那个例子 说比如说我对于敌人 或者对于有权有利的人 我是说对于你厉害 我把你看成为是比我厉害 可是他不一定心真正的福 他也不一定说我会去爱惜这个来讲 我们这边所谓的愿长心怀珍爱喜的 爱喜的这个意思就代表说什么 他是依着慈跟悲而去呵护的 而去爱护这些众生 他是对悲悯 以这个慈爱而去对于这个众生 而去呵护 而去爱在这个 而不是只是喜欢而已 不是那个情绪上的喜欢 这边因为爱 那个爱的这个词可能是 给他很多的这个解释来讲的话 这边不是在于那个情绪的爱 而是在于说什么的解释 而是在于去珍爱珍惜的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是我们怎么来讲说 他是略说 他是把所有的要后面所讲的 这个透由自他相反而生起的什么 是能修者所修的众生 以及一何方法 一何想法 而依此方便而成就的成就 和第四个他所成就的究竟的果报 第五是以他多少的时间 这五个这个科判等于是包含了 所有的之后要讲的修行八纪都在这里面 好 那所以这是第一纪的所谓的略说 而第二纪开始的这个来讲 是从第二纪到第七纪是什么呢 是前前者比后后者弱 后后者为是在前前者的基础上面 为更为加重 更为加深的时候 他那种的感觉更为重的 所以我们这边讲说什么呢 是 谁处与谁为伴食 自己叫作众人卑 那这边是不是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 这边也是要有我 先以我 我在任何一个地方 与任何一个人为相伴 或者在一起死的时候呢 应该说什么 把自己看成为比众人更为 卑微不代表是差 大家不要以为卑微就是差 而是我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嘛 自己姿态放低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后面的这个果 主要不能生起 跟能生起是这个原因的 我如果把自己放为 姿态放低的话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人家看成为 像为最殊胜的 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的话呢 我们要把人家看成为 最殊胜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他说一般的 有没有办法把大家看成为 最殊胜是什么 就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觉得说我比人家厉害 我为什么要把人家视为像 如同为尊重别 或者说把视他为最殊胜的 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嘛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的状况差不多啊 他没有比我好啊 那我为什么要比他更为 把他视为更上的时候呢 是这两个原因是什么呢 没办法把后面的这个 导致这个结果 所以一般如果要成败后面的这个结果 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 要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嘛 把这个姿态放为 比所有的在最低 可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什么是 不是叫大家变成是懦弱 你可能很有理直气壮 说话可以很那种耿耿有力的 来讲的话呢 可是跟我们去说什么呢 去把自己的姿态 或者比谦虚 谦逊的这种的方法来去处理 不一定的 这边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说 事己教助众人非 看这个来讲可以做什么呢 说什么呢 如果可以把事 事己为 比众人的姿态 或者谦虚的这个姿态来讲 为什么呢 那 从心深处施利他 恒常遵他为罪上 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藏文的时候 没有讲说利他的这个来讲的 这边来讲这个利他这个词 没有出现 他是说什么呢 是 那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姿态 或把自己的心态 放成为最低的话呢 那我们从什么 心的深处嘛 是什么呢 不是口是心非啊 我们昨天来讲 最余不是口是心非 而是真的从内心可以觉得说什么 从我内心深处呢 可以说什么呢 把他者珍惜 就是刚刚讲嘛 我们用爱心跟悲心而去 珍惜以爱护他人为罪上的 这个我们说这跟我们的地位 是不是没有差别 老师昨天说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我们一般在这边 思维是什么 的确 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程度 比大家为高 像我们在讲佛法 可能我的法座 比大家高一点点的 我的可能是 我是面对大家的 在讲话呢 但是大家是对我恭敬的时候呢 可是这只是我们 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 是说我们树叶有钻工嘛 我们在这一个方面 来讲的话呢 可能比人家强 可是什么呢 你们在很多的地方比我强啊 比我的经验多啊 比我们来讲 在我们经书 我举个例子来讲说 纵使这个人的学问 可能没有比我好 可是他如果比我出家的话 那早的话 他的借他就比我高嘛 从这一点他就比我殊胜了 从他这个地方他就比我来讲 我没有原因要觉得说 好像我就很厉害了 我说如果你从某一个小小的角度 对你可能是最厉害的 你在这里面你是最殊胜的 可是你这个来讲 往往会导致什么结果 是你没有朋友啊 因为你那种我慢啊 我那个心态来讲 觉得都好像 好像什么全世界是针对你而已啊 没有全世界没有在针对你啊 是自己你把自己把它包覆在这边 所以老师说什么 是往往有这样子 从内心的身处 看不到别人的话 内心什么 他会导致 不要说别的可能会自杀啊 发疯啊 进入要被送去精神病院 很多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觉得好像别人都不对啊 别人都不是 这什么呢 不是 那个最大的可以对是什么呢 事己教诸众人被啊 那个人在这个情况下什么是 事己教诸众人傲那样子 他是来讲 他这个目中只有自己来讲的时候呢 所以为什么没有办法从内心深处 导致于思维为利他呢 没办法把他人真爱为最殊胜呢 就是因为前面那个原因嘛 如果有前面的那一个原因 自己教诸众人卑的话呢 后面自然会导致什么呢 重新深处思维为他而 会从内心深处想到说什么 把他人视之为那什么为最殊胜 而不止去视之为最殊胜 而去把他视为最殊胜 以及去呵护爱护 这个来去做的 所以这边后面的第三集 应该是没有说 重新深处思力他 他没有帮助他的这个意思 是我从内心的深处 我去观看或者把人家视为 或者以及视为以及去珍爱 他人为最殊胜的 看这是我们昨天 应该讲到这边的 这个两个寄宋 看这边有一个问题 我顺便来回答的话 他说那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到了 他说那我们在念心经 或修行八纪的这个 当我得到这个口传的时候呢 我可以传给家人吗 我念给家人听的话 他们算得到口传了吗 我说这个跟你有血人关系 否一点差别都没有 他就要有两个条件 你这边你一半的条件有得到了 你得到口传 对 你得到口传的条件有得到 可是你家人愿不愿意 把你看成为他们的市长 如果你们家人 没有把你看成为市长的话呢 你这样念给他听 他也没有得到 那个没有这个 因为来讲我们是讲说 口传他要得到的是有两个的关键 纵使比如说你是我的最亲的家人 我说我念给你听 跟你得不得到口传那一点关系 跟我得不得口传是没关系 首先第一个条件是我得到口传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从弟子那一方面要决定 弟子那一方面 他有没有想要跟这个人有师徒关系 有没有想要得到这个口传 他最后什么是传法者 有没有想传给这个人 听法者有没有想要跟这个人听到的时候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呢 跟你是他的家人与否 你们有没有血缘关系与否 乃至是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与否 就是这是次要的 而是说你能不能有那个 想要有那个仕途关系 这才是重要的这个地方 但后面来讲的话 他说有分别心的安利 跟显现来上不同的话呢 那应该是在晚上的问题 那我晚上我再来做回答了 这个就是应该是比较在跟晚上有关 跟我们这边修行八级比较美观的 那老师这边来讲 特别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什么 我们说因为我们在前面 有关修行七因果跟自他相换的教授 应该都给了很长了 跟经书的顺从来讲之后呢 那现在的修行八级的证文就想说什么 那大家在实际的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去思维的话呢 我们把它变成想用比较容易的 或比较简单的这种 在日常生活怎么去应用的方法 来跟大家讲 所以这边在前面这两集 应该是我们在于 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去得心应手 或者说可以把它实际的去 试着去思维跟实践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波罗 波罗弥多寻见 观止在菩萨 寻生愿 波罗弥多寻 寻见无云皆空 度一切苦而舍离之 舍不宜空空不宜生 舍即是空空即是舍 我手向寻思 走向寻思 都相遥 也复如是 至死主法孔 相破身 不灭 不苟不苟不解 破真不解 是孤空中无舍 无首相寻思,我眼耳鼻舍身衣,我舍身香味出发, 我眼见乃至我一世间,我无名义,我无名情, 乃至我老师,也无老师间,我可寂灭道,我知义无德, 也无所得过菩提三多,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寡爱,无寡爱,故无有恐怖,愿力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三世祖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鸟多罗三妙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十大神咒,十大明咒,十五上咒,十五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真实不虚,故知我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所走越,皆地皆地,皆地波罗蜜多咒, 皆地普提,舍佛合,我与一切有情众, 世之有胜如意宝,一笔能成就尽力, 愿长心怀珍爱惜,谁处与谁为伴时, 嗜己教诸众人悲,重新深处施力他, 恒常遵他为罪上,一举一动观自心, 正当烦恼出蒙生,即将脑海置他时, 愿即贺赤令消除,秉性邪恶众友情, 恒为猛烈最苦魄,见识如玉大宝藏, 愿恒习此难得宝,他人出于嫉妒心, 非礼辱骂,帮我等,出恶慧言我取受, 愿家胜利奉献他,无喜饶意祝某人, 且尘身心寄厚望,彼虽非礼妄加害, 愿是彼为善之事,无论直接与间接, 愿献利乐与慈母,如母有情诸苦患, 我愿暗中自取受,愿此一切我所行, 不为八法念够然,已知诸法如患志, 无知离妇而泄脱,妙香遍途花散之大地, 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 静如佛图我乐静供养,愿诸友情共享此净土, Gintern Guru Rana Maincrya Lakam, Niyan Dayam Gintern Guru Rana Mainchyakam Niya Dayami 好 我先來說幾句話 那我們今天應該是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我想說今天代替所有的學生 先說一次 我們說非常感謝老師這一次來的25天當中 等於說25天一到馬不停蹄的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說全部來把這個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給了這麼廣的對於心經跟修興八技的教授 還謝謝這次的法恩 我們在這次的老師辛苦了 給了這次這麼廣大的教授 還希望說透過這個因緣 老師也可以感到說知道所有的在台 以及可以說兩岸三地所有華人 這邊英眾請法的這個心情 我們僅此在這邊做一個代表來說 感謝的時候還希望透過這個因緣 我們在明年還有機會可以請老師 再來台灣廣絕齡這邊 再來繼續講法 繼續來射手這邊地質 如果這一次有所累積的 所有一切的善業 所有一切的功德 希望說四孫的教法 特別是中大的教法可以廣洪傳 特別是以老師等這些所有善知識 都可以長久住世 事業廣洪去廣禮眾生 如果假使我們 弟子這邊有做任何的 不如法的或者不對的話 那是不是刻意的 而我們向老師懺悔說 我們在這邊 希望以後我們會做為更好的 和以大家的心聲說 希望所有這個所有的這些的 因緣可以讓老師心聲歡喜 和有特有這個歡喜 我們可以再快速快速的 有這個因緣可以再來繼續 繼續這個法源 和繼續來得到更多的教授 和我們進步 那不是很好的教授嗎 看來要很好 好的 他在识计计划的识计划 识计划 他在识计划的识计划 他在识计划的识计划 他在识计划 有识计划 他在识计划 如果任何识计划 你识计划 就计划 这些识计划 他在识计划 他在识计划 他写划 那识计划 每识计划 大切 自己有不同的相關的 同罪人那些人 那些人 有餘有餘沒餘 整個事就是 要餘有餘 有餘有餘的 women 從來沒有餘有餘 可怎麼不吃 對 等等 第一 三個部份就給你詢問了 我們如果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因為要把圓滿講完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準備開始要講 修行八季的第三季 修行八季裡面有八季裡面當中呢 我們是不是前面有提到說 只有一季直接在講說我愛子的過患 那就是在這邊這一季 就是這一季是直接在講我愛子的過患 就是這第三季的這邊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第三季來做 取一個名字也好 或者把它做一個標題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 就說什麼 就是認識生起愛他心的障礙 和把現行的煩惱去壓伏 這是什麼 就是認識生起愛他心的障礙 我愛子 就是認識他生起愛他心的障礙 以及去如何去壓伏 生起這樣子的現行的煩惱 這邊的煩惱不是說我從根去去除嗎 這邊還沒有能力去從根去去除 但是說什麼呢 他現行的那種很赤聖的現行的這個 我愛子如何去把它降低或者把它壓制 小倍的風鑊 是說同時 我知道你不知道 你什么人在乎一下 你身為甚麼都要是 那種很細靜的 你身為人的 那種上課 我已經在乎到你身為一個人 但是你身為人的 你身為人的 你身為人的 你身為人,不是 你身為人的 你身為人的 在乎一下 你身為人的 我们已经试试了解决了。 这些,真的让你们试试中的有空。 之后我们地试试可能对我们的试试展规ind者来讲。 这几天如此,我们都没有试试。 我们将身为变成 Έ outs的一份当目, 我们在研究我们的传试 movement。 但是以前我许,一天去讲二讲序, 出现了最大的动作 在神仙之中之前只要着急 在神仙之中这些只有在神仙之中 我们の身体没见到 我们的专体没有见到 我们的经验是相追求的 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和联络, 我们的联络他们也要求他们。 我们的联络会,我们的联络会很简单。 我们的联络会,我们的联络会,我们的联络会, 我们看到第三季的时候 他说什么是 一举一动观自心 正当烦恼出谋声 即将脑害自他时 愿即呵斥令消除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前面看到说 一举一动 这边一举一动来讲的话 藏文来翻的话 他不是说一举一动 就是说所有的行为 所有行为 他是中文把它翻成一举一动 可是藏文直接来讲 是所有的行为 那在所有的行为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有分两者的解释方法 所以说有一些的行为 有两者的解释 一者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说 十一柱行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十一柱行 可是在藏文 或者我们在戒律的经书里面 他讲说什么 他讲说什么 叫说来讲说 应该是站 卧 走 坐 就行住坐卧也有 行住坐卧 可是他来讲的话也有 来等等 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行住坐卧可是直接 因为我们把它包含在 在比较经书的用词什么 就是刚刚讲说 他的站立 和站立的反面就是躺下 和一个是走动 一个是安住 来讲的等等这个是个 我们所有的世间的行为上 没有包含在这四个当中 不是在走就是在静止 不是在睡就是在站 而就是什么的行为 都是包含在这四个里面 那这个来讲说什么 一举一动观自心 在这个行为的时候 我们应该观自于心 有这样子一种的解释 第二层的一个解释是什么 这边的一切的行为不是在说 或者不仅仅在说是 应该说行住坐卧 而是在说什么呢 而是在讲说身与意 身与意三则行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身与意的三则行为 包含的更大 因为我们在前面来讲的时候 我们讲到说 行住坐卧等等 这来讲的话 这全部都只是在于 身体上的行为而已 这从而是外在身体上的行为 就是包含在身体上的行为 而语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用的语词 而讲话的这些的行为 那意念是什么呢 是我在内心想的这个行词 那我们特别在讲到说 一个菩萨的行仪 或一个大圣的修行者的 这个行仪的时候呢 他就不仅仅或者说 不只是局面 或者在讲到说 在讲到说是 外在的身体上的行为 而是要讲到说 所有的这种 在身语意三则的行为的时候呢 而我们说什么呢 而要观置心 那去思维自己的内心 或思维自己在做什么 思维自己在内心 想什么的时候 来这个 这个是第一 第三剧里面的 第三剧里面的第一剧的解释 而是一剧里面的 这是一剧里面的 结论我直要一些 理想的 就是 这个我们数字 在内心里面的 真正是 别人的 因此 这个有机关 上 二剧里面的 这么少 有机关 那些 和 在内心 内心 在这种学习的体谈上,一个自然的生命中。 如果是一个人生起来一个人生起来, 他们会论得到不中一样人生起来。 他们也论了自己自己这样的资格。 但参加选,在一种产生, 如果用心仁仁缺到了 这个问题就是 自己在拿出来 用心仁缺乏 那么一步 在这一步 需要有事 在这一步 能够的前一步 将成的 这是一个 让我需要 在这一步 或是两步 在这个院 的 是一个 就是12年 但是 因为因为在这些年来的学生的学生 售人有评言 如果那些经验 当时不理解的 因为他们有评价 也可能有评价的学生以外 而他们的学生 如果他们有评价 他们有评价的学生 如果他们有评价 他们会有评价的学生 他们会有评价 没有评价 他们会有评价的学生 他们会有评价 因为他们会有评价 例如說他是在談判的劇場, 他是說說,那你說,在談判的劇場, 當他想說,那你就想知道, 这些人都说了,在这些人他们冒出了新的。 《易子》 是一样的,最后一样, 在这些人发生了, 你能怎么做得到保证的? 不过这些人说了, 你能如今得到这个人, 你已经解释了什么, 你能够到这个地方。 未经过的剪裁 need to change the body of Nh 신 saranthai Umcama 那我们在这边讲到说 一切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不用一举一动 因为它在后面这边来讲的话 是有一个一切的词汇来讲的话 它说一切行为的这个行为来讲的话 当我们在做于菩萨行的 或者菩提心的修持的时候 在我们刚刚讲的 一切行为有两种解释 有一个是可以说是行柱坐卧 有一个是身与意义的时候 可是因为在做于是菩萨的行仪的时候 这边应该比较适合 或者比较正确 或者比较适合的是什么 是第二者 因为在于菩萨的行持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说在外在的行柱坐卧来讲 而也是在于说 在做于语言上面的时候 我说这的话有没有让人家不舒服 有没有去伤害他者 有没有讲的这个话 有没有在让人家的心绪感觉 到时候说什么不舒服或身体烦恼 第三者来讲的话 和在于义上面来讲的话 说我在这边有在去做的时候 有没有生起烦恼 我内心当中在义上面 我内心有没有生起烦恼 在这三者的行为当中 不管是说生也好 与也好 意也好 这三者来讲的时候 这个三者的行为在于一切 这个一切不是说一切的行为 而是说在于 这个行为在于 所有一切的时间 一切的时间 所有的时间 不是只是说在某一个时刻 或在某一个情况下 或在某一个机缘下面 而是说在所有的时间 我的内心是在做什么 就是去检测或者观置心 这间观置心是什么呢 是为什么讲观置心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我们所要指责的 或者所要去纠正的 主要不是他人 现在所要去纠正 或者指责的什么是 自己 自己这个心绪来讲 来讲的话 说实际来讲的话 我们在于现在来讲的话 你要去有关 或者指责去纠正 他人的行为 好像去有关别人的时候 先要把 首先应该先把自己的心绪 跟这个自己的行为先去管好 才有资格 才有能力去管别人 所以在这边的观察 要观察什么呢 就像前面讲的说 从身体上的行为 我的这个行诸坐卧 是否是跟二业有相关联 这个跟二业有关与否 以及说什么呢 在我的语言上面 所说的有跟二业有相关联与否 而在意上原来的行为 因为我们这边所讲要的 主要的行为是在讲说 生起立他的心 而生起立他的心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边生起立他心的障碍 或者他生起的阻碍 这个我爱子 我现在的意识 是否有跟相关联与否 而作出简直来讲的话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一切行为观自心 我在于一切的行为 这一切 我们这一切 因为他在藏文的用法 不是说 所有一切的行为 而是这个行为 在一切的时间 所有的这三者的行为 在于一切的时间 都要有去观察自己的内心 这一切的行为 这一切cast 以这一切 这一切都要有 最后一切就不做了 除了最后一切都不做了 用不如把德国提出出来出来 Ain't it? Do you need to do this? Do you need to build a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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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i? 它从而先中取得了一家的艺术 而解罪了一家最大的 gleich 但是如果没有 同一家人 无论如何是否判断 他是个最高的习惯 在在这家人之前 经历着一个社区所谓的 不是东西的 consejia,你不在那裡的死者 太明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在那裡的 成長的成績 早上是你不在說戀愛的 你不在那裡 你不見不在那裡 你不在那裡的傑友 能沒有分佔 你不在那裡的情緒 所謂的 做解了 这才是说了个很重的 如果有所存在的 我们的读责导 这都可以并去作读质 编曲的读负 乣经书是由你去做乱行道 现在是用读责过乱行道 有从中心而看到乱行道 以皆对乱行道 而乱行道也有准备 那我們這邊說 一切行為觀至心 這個觀這個詞就是說什麼 去觀察 檢測自己的心緒 檢測它什麼呢 是否有生起阻礙或者障礙著生起愛他心的煩惱 所以後面這邊說 正當煩惱出蒙生 所以觀察自己內心 這邊是什麼 觀察自己的這個生與意 三者的行為 主要在是意的行為當中 有沒有生起阻礙或者障礙 生起愛他心的這些的煩惱 那這些煩惱有包含什麼呢 就例如說什麼 誠恨 報復 我慢 嫉妒 比較等等這些的心 都可以說什麼呢 這都是在這邊說什麼 都是阻礙著或者障礙著 愛他心生起來的這些的 那個煩惱 因為它什麼呢 它是直接相危害他的人 那根本不用說 這邊主要的在正當危害什麼 就是那種我愛直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說 雖然 執著我直 或者執著自方存在的執著 這煩惱它也有阻礙這些的 說生起愛他的心 但是我們在這邊的煩惱這邊 主要不是在指這個我直的緣故是什麼 因為它沒有直接好像正在在危害愛他心的這個 沒有直接危害到他 這邊所直接危害他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種我愛直的 才是直接危害生起愛他心的一者 還有一個什麼呢 這邊來講到煩惱 這邊講的煩惱的話 我們這邊所謂的正當煩惱出蒙生的 這個煩惱來講的話 大家不用一定要把它想到 就是只有我們經書裡面所說的 根本煩惱跟之分煩惱裡面這種的煩惱 煩惱的話在某一些的時刻 或不同的時候 它還可以代表不同的意思 例如說什麼 它可以代表像 在有些地方代表所之障 在所之障也會取煩惱的這個名稱 那總而言之 在藏文的這個煩惱的意思 或者煩惱的這個詞 在字面上解釋什麼呢 就是它造成我們的辛苦 造成我們的負擔 造成我們的阻礙的這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叫為煩惱了 從字面上的這個意思 就是造成我們的困擾 造成我們的阻礙 這種的就在以字面上煩惱 煩惱的這個意思來講說什麼呢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來講的話 以實際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們說 它對這個解釋 因為以真詞來講的話 聲文跟獨覺的阿羅漢 它是沒有煩惱了 它心緒已經去除掉了所有的煩惱了 它已經獲得了洩脫 去除了煩惱 但我們會說 它心緒當中 還有這邊的所謂的我愛子 我愛子是在這兩位阿羅漢 在聲文跟獨覺的阿羅漢的心緒當中 還具有的 所以它說什麼 這邊出生 正當煩惱出蒙生的 正當煩惱的出蒙生的煩惱 不只是在指一般的 我們在新書所說的 根本煩惱 跟資本煩惱裡面的這種煩惱 而在指更廣的 像說在阻礙 生起愛他心的這些阻礙的 像所知這樣等 因為我說這邊只是在 這個經文的這一段接受 我們把我愛子取名為煩惱 為什麼取名為煩惱呢 因為如果它是真正的煩惱的話 怎麼會在聲文跟獨覺的 阿羅漢的心緒生起來呢 那就是 今天我們可以用心寫 我們可以用心寫 而立正在煩惱的 在因為家裡有什麼 我們可以用心寫 當煩惱的 是在連夜 在煩惱的 是不是 如果有其他人做的事,你不要做一切,你不要做到的事,你不要做一切。 你不要做一切,你不要做一切,你不要做一切。 才是大乎的 因为在身上的身体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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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powied上有何的的,第一我们有在书的内衆 今天我们来送人书。 其实我们下手,军。 不是代言订计的。 那我们这边讲说 正当烦恼出蒙生的 这个来讲呢 烦恼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峙这个烦恼 或者怎么样让它去不要生起呢 那以我们来讲 在以初学的状态 你说你要正对峙 让它不生起的话呢 不太可能了 这个 那我们生起的最好的什么呢 就是离它远远的 离它来避开它 离它远远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一般我们会生起烦恼的原因的话呢 就是两者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说 因为是从前辈子或上辈子 长期串洗的缘故而生起 另外一个什么呢 是因为所缘而接触的 我们跟它接触来讲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于说 上辈子所串洗 我们要马上对峙 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我要去正对峙它 也没办法来讲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对峙 或者不让这个烦恼生起呢 那就是离它的远嘛 避开来讲 那如果可以避开来讲 那如果以前是什么 我一天里面可能会生出 十次的烦恼的话呢 因为我离它远远的 那我因为那个姻缘不在了 那我变成一次嘛 从十次变成一次 乃至说什么呢 那如果不小心 或者说在内心当中 一生起烦恼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不是就是放纵它 就把它放烂 再放在那边来讲 而是说什么呢 那它一生起来的时候 出萌生的时候呢 我们马上就去对峙 因为它在出萌生的这个时候呢 它这种烦恼还是容易对峙 它还没变坚固嘛 它一生起来去对峙它的话呢 这是容易的去可以把它对峙 或者可以把它去压制的 那么我们能够的 立刻在这个时候 在这次中见 那我们去托萌生的 那我们去托萌生的 这一刻在这些身上 是我们现在要求 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都试试地 根本会发现 在这些判断 在这些端 中间 我们本人社会 是的 我们的语言 所以要求 我们会 所以常常用力都找到了,呢? 他们应该跟他们要做的, 所以这些人说, 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码区需要 붙, 那如果他们用完成, 我们从学习的码区来, 就像军状资用那个码区的, 把码区做成的, 用来被码区和钓区 把码区处得干净。 那我们因为我们在出 应该说我们出学者的这个阶段 我们要马上要去对峙烦恼 一直对峙烈恼的很辛苦 不太可能 那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方法 或者可以说什么 就是与他为避开他远离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上 应该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 容易生气的这个人的时候 那个讨厌的人 那至少说什么 先避开他 或者说这个人是我们 或者这个东西我们看到 很容易生起贪心的话 最好的对峙是什么 就是避开这个东西 离他远远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四星菩萨 他自己在据神论也有说到了 说这些烦恼 等我们是没有办法 以我们出学者一开始来讲 说我们要去对峙他是不可能的 或者没有办法对峙 那我们说什么呢 不管这些烦恼也好 或者这些非理作义来讲也好 我们可以对峙他的最好的 因为我们出学者对他对峙的最好的方法 什么呢 就是让他不要在我们面前出现 离他远远的这是来去做的 以及说什么呢 或者说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开他 没办法来讲的话 当他一出蒙声刚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去对峙 刚生出来的时候就去赶快去对峙他 不要让他不要放纵 去马上对峙 这些比较能去对峙或是消灭的 就像我们从我们可以把说什么呢 我们烦恼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种病一种心病 所谓的烦恼就是一种病 而是心病 那你看我们对外在的病是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有一个病情来的话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预防嘛 不是已经得到了再去做 而是最好的治疗什么就是预防 而如果没有办法预防 把他避免到 到他生起的时候是什么 他还没有完全的爆发之前 还在出蒙声的时候 赶快去对峙 赶快去治疗 赶快去做是最正确的方法 一模一样 在烦恼的这个时候也是 最好的治疗什么就是预防 那如果没办法预防 他生起的时候 我们不是把他放到那边 让他坚固了 然后难对峙 而是说出蒙声时就马上去对峙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边讲说 震荡烦恼出蒙声呢 那就是 我沒有再乎再教你 我一直以來自屬於你 你必須要教你的 而我不斷教你的 你必須生氣 你必須要說 你必須要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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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教你的 你必須要教你的 你必須要教你的 人们的调味 低调怎么吃 干嘛 低调怎么吃 因为他们们的调味 没有人们的调味 能力 这样 连讨论人们的调味 给他们脱下来 去不吃 哪怕 别人的东西 来说 这些人的调味 别人的调味 在哪怕 别人的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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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些人的调味 别人的调味 别人的调味 这些人的调味 因为他在调味 没人的调味 在这边我们烦恼纵使没有办法马上去对治的话呢 纵使来讲说我在生起这个烦恼 如果内心可以有一部分 或者有一块想说 我生起的是不好 这不正确的 我这个来讲的话 我怎么这样子 有这样生起的话 有这样子感觉生起来的话 就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往往我们生起烦恼的时候 很多人不是这样子 不会觉得说好像不好意思或者害羞 乃至还会觉得说 他生起来就随他 他爱把我们带领到哪里 我就随着到他 就由他而带领 乃至有些人认为说什么 这是他是保护着我 这是真实的 这是我才会有勇气 或者有这样子来讲的话 好像说什么 好像这个烦恼在保护我 或者在帮我做防卫 实际上他是看起来在自己保护自己 自己在防卫自己 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是在什么 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这个来讲的时候 就像举一个例子来讲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在生起称恨的这个时候呢 纵使没有办法马上去说什么 好像对峙他说我要去修辞 我要去修悲 我要去修爱心等等 是没有办法修 没办法马上去对峙这样子呢 至少说什么 我生起这个称恨是不好的了 是不正确的了 我没办法马上对峙 可是我在内心有一个这种感觉说 这不好的不正确 我要去对峙的 这样来讲的话呢 对这种内心不随顺他 不让他这个与烦恼兼固 或者不被他控制呢 有很大的帮助 或者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动自解脱 那也可以去控制这个烦恼 这时候呢 我做你们所有的地理 但是东西部修计人员 你们这时候呢 在家里所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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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里所在家里 人家里所在家里 你们这时候的地方都要不 但不让家里所在家里 在家里边的家里 在家里米若狮そ 一切都是神经称人的 所以 vita现在给他们 没有想尴 Syl 没有拍照 我们看到效果 不被泳 他们就做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 他们要用一个学生的东西 他们不如所谓的东西 他们把这个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这些东西去不理解 那么他的东西 那我们最后这边来做了一个很大的 也很重要的一个总结 大家这边来请看的话 是说什么是 即将脑海自他时 愿疾呵斥令消除 这边来讲说什么呢 即将脑海自他时的时候 什么是他在让我们伤害我们自己 来去做什么呢 来去危害或者说什么 造成我们自己的自他 造成自他二者 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讲 介绍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烦恼一生起来 就是造成什么 造成自他二者的麻烦 那前面第一个什么是 首先烦恼生起什么是 第一个是造成什么 造成自己的麻烦 造成自己的麻烦 也是不只是造成自己的麻烦 而造成他人的麻烦 我用一个佛经里面所举的一个例子来讲 跟大家举来讲到 在佛经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大家看我这样一下 你看我说 如果比如说我有一张纸 我这一张纸的时候被烧的时候 不管烧了多大多少 可能它只烧了一角也好 它可能烧了整片来讲也好 这个火所烧过去的地方 所烧坏的是不是都变黑了 不管你是多大多小的时候 都变黑了 那黑掉的那一块 你在用任何的方法 是不是也不能把它变成 再回去是变白了 然后烦恼过去的时候 就像这样子的一样 那我说称恨 称恨生起来的时候 就像如同像这样子一样 它一烧过去的时候 它所烧过的这个面积 在用任何的方法 也没有办法把它恢复了 它已经把它烧尽了 已经把它烧掉了的时候 在烧掉这个黑的这部分 是没有办法把它恢复过 把它再变成是白色的 第一个讲 它要从来自己来说 所以人生起来的 这个新的方法 在空出我所认为 你没有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人知道 你没有人知道 他们在看拒绝 在一边 出名的 所以 出名的 空出 从来 在 那因为大家有学过 可能有学过一点点心类学的话呢 就知道说 我们在这边生起 爱他心的最大的危害 是什么呢 就是称恨 以及称恨之类的这些心事 称恨以及跟称恨有关的 这一类的心事 就是生起来之后他有一个什么特征呢 跟他周遭所生起来的话 一定是一个所谓的苦受 他所生起来的周遭那个感受 一定是一个苦受 苦受 或者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苦受了 我们说我们中文就是所谓的 生起一种意识的苦受 或者我要来讲所谓的意识的苦受 那别的烦恼不一定是这样子 别的烦恼生起来的时候 有些生起来的受是什么 有些是生起舍受 有些生起是乃至有生起热受 这些来讲等等都有 可是什么呢 这一个在生起称恨 以及跟称恨之类的这一些的烦恼 在内心生起来的时候呢 你看大家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就知道了 他生起这个称恨的时候 或者这一类的时候 生起来的时候 内心就有一种不舒服啊 或者那种有一种那种感觉 不安乐的那种感觉 就在内心的生起来的时候呢 这就是称恨以及称恋 称恨之类的这些烦恼 生起来在他的不共的这种特性 对于它们的任何人 对于他们在红色的设计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些是 在人们在一种情况下 有些人在红色的情况下 他们都在红色的患词 也在红色的心理 在红色的情况下 对于人们在红色的红色 全都在红色的情况下 在红色的情况下 在红色的红色下 由于那种方法,他们已决定,让其他计划那种 that, 他们已经决定了。 这种方法,他们已经能努力, 让他们再继续了原谅。 那么,他们需要他、 因为他们的这个人会用过来, 他反正他们已经使用过去。 那是這個作用嗎? 但是這一點,就是 空中心意的理, 讀阿祈求你, 以外馬里也有的, 那是誰會呢? 還有它還有一個什麼特徵呢? 跟別的煩惱不一定是這樣子呢? 是,如果是稱恨的話呢, 它一定是惡的。 它一定是惡。 對啊,一定是惡的。 就是,如果是稱恨的話呢, 它一定是惡的。 別的煩惱不一定是惡, 可能是惡,可能是無忌, 有這個可能。 可是在於稱恨, 這一類的煩惱呢, 它一升起來的時候呢, 它就一定是惡的。 所以呢, 我們在講說什麼呢? 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它像剛剛講那個燒紙的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多生多世累結當中, 所累積的這個善業, 以及這個善根呢? 是什麼呢? 是因為可能是, 一剎那的這樣子的稱恨呢? 就把這個多生多世累結的這個善業, 全部燒進了。 這什麼呢? 如果燒進的時候呢, 那能不能再恢復呢? 不可能再恢復了, 沒有, 它已經把它的能力全部燒進了。 如果想要恢復的唯一的方法是什麼呢? 是從頭再來啊, 從頭再來累積, 才有這個辦法呢? 這在哪裡呢? 這在於, 岳真菩薩, 它所寫的《入中論》的第三品當中呢? 就講到說, 那個稱心的這種的過患, 以及稱恨的時候呢? 那看到的時候, 有時候還會灰心, 覺得說, 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 所累積了這麼多的善業, 以及善根來講的話, 在一剎那之間, 就這樣燒的時候呢? 就會, 那怎麼辦? 那怎麼是, 那前功盡棄一般的這樣子來講呢? 說的時候, 看到就會有點覺得說, 對自己感到說, 有灰心, 或者覺得說那種, 疲乏疲累的這樣子, 會生氣啊? 他, 控制的事情, 當時控制的事情,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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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的事情,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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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們要拿去打釘的事情 就會跟她和你擁在一起, 成功的, 不然, 然後, 不然, 發生的事情, 你會跟她說, 然後, 不然, 你會跟他了不起! 那種東西, 然後, 不然的, 我來就跟他們說, 不然。 如果有人保证,备有何东西要搞定, 就是在租一场脑地犯下的脑物物。 如果我们可以做梁骜, 我们要在西边, 我们要从南米里边的学习, 我们要在南米里边的学习, 在外面的学习, 我们要在外野学习, 我们要在给予很多人的学习, 我们都知道在花费轻学习续学习。 我们能在从未来的学习学习的学习教学习, 所以我们在当中有这些学习的学习会, 所以我们要在成为研究习。 这些学习学习学习,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本来这个人可能觉得还蛮可爱的 蛮好的 蛮美丽的时候呢 一升起 称恨的时候 哇 变得丑不堪言的 丑八怪了这样子来讲 是什么呢 在于 那个脸就变红彤彤的 这样等等 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呢 那种人的脸看不到他的筋 他一升起 脸抱血管 抱筋丝 那个血管 血丝全部都出来 都有这样子 他那个人可能升起的时候 这个人本来看起来很稳重 一发起称恨的时候呢 那边颤抖啊 各个怪怪的行为都产生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于 越生菩萨他写的 在入中论的第三品当中就说什么呢 当称性升起来的时候呢 使这个人变成不悦意嘛 不悦意就是这个意思 以及说什么他升起称恨的时候呢 人家本来就会说什么呢 本来说我们要去亲近这个人啊 从今天开始说什么 这个人是那种脾气暴躁啦 这个人对人家怎么来讲 大家也不会想跟他再来往了 他乃至说什么呢 他可以分辨是非的这个智慧 也都失去了 本来这个人是很明智的 很有理性的 你看我们那种 往往会造成那种错误的大事情 或者来发生什么 他不是在那种心里面 所以那种安稳的时候 或者平稳的时候 往往是什么呢 是升起称恨的这个时候 而升起的时候 他那时候让自己的 是非的判断力 完全像什么呢 像那种在天空的那种的彩虹 太阳一出现的时候 彩虹消失般的时候呢 自己的理智也跟着分辨是非的理智 是完全都失去的 还有什么呢 称恨有什么 他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什么呢 称恨若是升起来 没有丝毫 没有任何一点的帮助 没有任何一点的功德 别的烦恼还有 大家不要怀疑 别的烦恼都还有功德 还有说什么呢 比如说有些的烦恼 因为升起贪的缘故 让他升在什么 在欲界 在色界 在无色界有这样子 以及说什么呢 有些的无名 因为无名的缘故 他去造作善业了 因为无名的缘故 而去造作善业了 都因为烦恼 他还会有他累积的这个功德 可是称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 他在内心当中升起来讲的话呢 一分丝毫的功德 一点都没有了 一滴滴都没有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称经 或者这是他的 什么我们称恨的真面目 没有 但是他在马轮舌里 在马轮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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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都没有在区别的 北沙山 所以这边讲说是即将脑害自他死 或者说即将危害自他死的时候 什么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脑害或者危害是什么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看我们大家在这边 大家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很平静 大家都心平气和 忽然这边有一个人生气了 发疯般的在那边乱叫 大叫的时候 是不是不仅是他自己伤害自己 他身体称恨的时候 他伤害他自己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在乱叫 他也让我们这边大家都心平气和的人 也都觉得不安宁 也让我们的心虚都觉得说很烦躁 都是他来讲 就是这个例子啊 就是他当他身体称恨的时候呢 不仅是脑害 不仅是危害 他自己也危害了 脑害到了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人 他嘛 自他二者 嗯 今天菩萨 入菩萨洗律里面说 身称恨戏的那个人啊 没有能力的话 自己害自己 别人害不了 确实是这样啊 比如说我要对他 升起称恨戏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就是睡不着 吃不好 然后就是 别人不知道啊 那个对象不知道啊 他他开开心心的 那个 经常做什么工作就是 做啊 自己就是对他 那个成心发起来的时候 就是自己 害的就是自己嘛 对吧 吃也吃不下去 睡也睡不下去 那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 那有方便的时候 就不是用生气的这种方法吗 是用真的 那时候有能力的话 就要想能力 怎么样去危害 那才是真的名字的 那样子 我便思考 对 因为 因为 那这种人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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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柄在蒋西柴上的是 西柴如果有一些西柴上的西柴就会那么多 西柴上是因为中国入修的西柴的西柴 西柴上的西柴上是什么 西柴上是为什么 西柴上的西柴上的西柴上称 西柴上是帮摩到西柴上的西柴上 長途之後不再擔心 那下一個字的 說得更加強 那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藏文的就有很多版本 我說我的版本跟 我想確認跟老師的版本 我們兩個版本不一樣 老師的版本比較正確 我的這個版本不正確那樣子 就是我們這邊的版本來講的話 也是我們在中文的意思 也有一點沒有翻譯到 就是在最後這句我先唸它 和我再把他的意思跟大家 我就還是一樣 我不刻意的去翻譯詞 我把那個意思跟大家講 他說我們中文說 怨疾呵斥令消除的時候呢 在藏文的這個意思說什麼呢 是我們要不是怨疾呵斥 而是說什麼 我要刻意的去把他抓走 刻意的去把他面對 而把他抓住 就說什麼 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有一個人 是硬闖進我們這邊的時候呢 我要把他去拉走 是不是我是刻意的 把他去拉出去的 一樣的時候呢 和我們後面的這個來講的話 前面是刻意 後面來講的話我說什麼 我的這個是面對面的 正對面的 老師說不是這個詞的意思 而是說什麼是 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 就應該刻意的去把他抓住 就是應該是 從一開始 我們就應該刻意的去把他抓住 是應該是從一開始 這個詞比較正確 而不是說正面對 因為我的版本是正面對 老師說他的版本是 是一開始 和一開始是比較正確的 對 那是 他在這裏 他自己的確是 我會把他抓住 西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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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西芯麻 什么人的人都没有 在 这间 hänt kör离 inkließ这里 我的 这段是最好 这些是 一次 去洗口 然后 一直 到时候 犯了 腾 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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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他们说 每天都在 那我们这边来讲是第四季了 在第四季来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意思说 你看我们对一般来讲 这个本性或者本来就是善良的人 我们是比较容易说我们去申请说 我们去爱护或爱惜他 珍惜他 珍惜或爱护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很讨厌的 看起来就是那种不顺眼的人 是更为难去说 我要申请一个爱惜或者真爱的 这个来讲这个心情来讲的时候 这边来讲的话是什么呢 是把更为我们 不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说 修行八级的是厚厚的祭奏 比前前的祭奏更为强烈 你再以修持的方法更为辛苦 也要更大的力量来去做的时候呢 这边是说什么呢 对于特别说什么 特别对不愿意的众生而特别申请 更为强烈的珍惜或珍爱 这个以这一个祭奏 如果做一个标题来讲 或者给它一个命的命题来讲说什么呢 是对于特别对于不愿意的这些众生而申请 更为去珍爱或珍惜的 那这来讲是什么呢 我们说 秉性邪恶众友情 是不是这边就是来讲说什么呢 这边秉性邪恶众友情是什么 他不是说对我 好像只是针对我对这个恶 而是他本来的就是那种习气 或本来看起来就是那种很恶劣的众生来讲的话呢 什么 秉性邪恶众友情 什么来讲的话呢 这种本来本性就是恶劣的众生来讲的话呢 他在碰到各式的这种的障碍 或者苦难的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说什么呢 应该要更为像获得珍宝一样来讲说 看着说这会珍爱他为是难得的之宝 为什么呢 难得如果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我常常我要去学菩萨行 我要去修持菩提心 这个时候等于说什么呢 你的考验你的考试真正的来了 这边你要别的时候你说我要去考验 要去考试说我真的有没有在修持啊 我真的有没有在观修的时候呢 都是都还不知道 现在这时刻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时候呢 这我们真的的考试 我们真的的测试来临了 看我们要怎么去能否通过这个考试 能否通过这个考试 我们要遇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 是难得的了 稀有难得的 我们讲明白的 然后把这个考试 留下来说 我们看起来 这两个人的家庭都不在那里 他们已经放在世上undo了 这个人的家庭被那里 太大了 这两家人被人被人员下了 我们得想到 这几两天过头 这组是你的家庭被人员下了 但我们在冇上使用时,我们在冇上洗澡, 把冇上洗澡, 人工公民。 hemos继续煮食物,拿出错。 你会经营带到冬默,拿出错, 不过非常容易。 我们看里面并没有理由。 我们说,你们可以每一天都要知道, 那我们的一天都要解决之后, 我们可以尽再继续到冇上一个上面, 我们可以尽力去一下你的冇上的冇上。 他一天也不可思议,他生氣了 他成为人生卒,他死了 hhoor,他还以为... 他是以为人家会当作健康的 通过就是人家和民传地道 入联会床的尊敬 他们都不可思议 他们都不可思议 他只是自从多人家 因为人不及时 人不及时 他们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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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做这个字面上的解释 来讲的话说 丙性邪恶众友情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邪恶的 或者本来就是恶劣的行为 不是说 特别针对自己 这边所谓的意思不是说 他特别针对自己 而他本来 他的本性 他的习气 这是恶劣的众生 而说什么 这个罪跟苦 当我们见到他被 在强烈的罪跟苦所逼迫的时候 是什么呢 这个罪在指什么 是在指因 苦是在指果 所以这个罪是在指什么 就是恶业跟烦恼 而恶业这个烦恼 所累积出来的果报 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看到猛烈的去 看到他被 因为造作的 这种所谓的猛烈的恶业 以及烦恼 而这个苦难 那个苦难来到他 降来他身上的时候 看到这个时候 见识 在这个时候见到 看到这个时候 如意大宝藏 如意大宝藏什么是 知道这个 说什么呢 为珍宝的人 就像我们说的一个人 他不知道这个 东西的价值性 纵使见到 他也不会珍爱 也不会珍惜 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修持 菩萨行 大圣行为 知道这个珍贵的行为 说什么呢 当遇到的时候 就如意什么呢 因为知道这个难能可贵 这个要这种 像如同大宝藏 像遇到那种宝库的 一样的时候 就说如意大宝藏 怨恨席子难得 难得而保 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遇到这样子一个 本来是本性是恶劣的 或者来讲的话 他被苦难 恶业 等等的果报所逼迫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应该说什么 应该说 等于说 羊羊得意 或者说什么 幸灾乐祸 或者也不应该说什么 好像觉得说 我要去捨弃他者 忽视他者 而反而应该说呢 看到说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来讲 或者乃至说什么 我在上面 那种什么呢 雪上再加霜一样的 那说什么呢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再去伤害他者 而是应该什么呢 而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更生起一个更强烈的去 爱惜或者珍爱他者的这个心思 那我说 那我说 应该我在 那 这边来讲说 遇到这个秉性是恶的人的时候 我说 遇到秉性是恶的人的时候 因为我在笑说 要赶快时间了 那我说 我在遇到秉性是恶的人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真爱 或爱惜他者的时候 那我说 有无量无边的原因 有无量无边的原因 和有无量无边的原因 有无量无边的原因 应该可以跟大家讲 可是因为今天真的是 时间的缘故 没有办法再说出 无量无边的原因 可是我说 挑出这其中一个 最好的原因 或者最容易的原因 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在遇到这种 比心思恶的人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应该去 真爱他 或者去爱惜他 他 没有人对你 没有人一起 没有人自从 没有人之间 没有人自在 他们有时候 没有人 没有人在 我们有时候 时间 要找点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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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什么 煙球索的最早是每天就是用你的食物 每天都不要用もの 我们都看了学习味道 如果人材功能 学习能量的 因为这一步 当我们的联系 能够作出的 观察 使用的 为良心 人生不爱 在何在远的地方 必须一定在心上 但是因为你生意了 在这个心里和他一起想 你也学不完 你自己去学 说 你自己去学习 我自己去学习 你考虑每个学习 但是是真的,以中国人臣过来 以较为無常的但是我们不必得 tissues 所以我们懂得说是 如果我们没有人之间, 会对军事两者不可能 如果想读过 仍然像中这一种宝宝 都没有用虚的 所以我们能老后使用虚的工作 跟他们的工作 都没有用虚的薄荷 所以我们想要因此 有些人跟他们的虚择用虚的工作 那麼我們這邊來講 一般是引用的什麼呢 是聖天菩薩所寫的《四百論》當中 有一個祭宋說什麼呢 就像我們在看到一個 瘋子 瘋子 他所生起的危害的行為 我們看到他做出危害的行為 我們不會生出 稱心一樣 我們對他不會 反而會看到說什麼呢 這個瘋子所做出來的行為 他所做的這種錯誤的行為 我们反而还可能会生起怜悯 或悲悯 这好可怜 这个人是他没有自主 是因为他疯的缘故 因为他疯了这个缘故 他才会做这个行为 是不是大家我们从看到的 就是知道 你看这个疯子来做一个错误的行为 我们是不容易对他生起憎恨 而是说什么 因为他疯了那样子 他才会做这个行为 一样的时候 那纵使我们现在是没有疯 可是我们被什么逼疯 是被什么烦恼而去逼疯 好像没疯吧 应该说好像没疯 这样子不知道 大家可能好像是没疯 那这个来讲的时候 很多人我们生起的时候 是被什么被烦恼所逼疯的一样 那烦恼所逼疯 是什么烦恼所逼疯 是被这个称恨而去逼疯的 称恨逼疯来讲的时候 就像你看我说什么 有时候这个人来讲说 你看我们如果有一个疯子 来打我一拳 跟有一个人来去 实际有一个是我们所谓的正常人 来打我一拳的时候 我会说算了 那人疯掉了 打我一拳那就算了 不要跟他计较 跟他计较什么东西 可是有一个正常一个人来跟你 不要说动你一拳 来跟你讲重话一点 你就撑气的要死了 这是来讲做这个差别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是不是也是 因为我们说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自主的说想要 我要疯啊 谁会说我要变疯啊 没有人刻意的说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关键 让他的心绪让他变疯掉 一样的这个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被烦恼啊 或者这个人被烦恼所逼迫的时候呢 是他也不自主啊 他也不是刻意想说我要生气啊 或我要升起烦恼 是什么呢 是他的烦恼在心绪升起的时候呢 使他的这个行为变得像疯子般的一样 所以就像我们可以对于说什么 把疯子跟他变疯的这个因素 我们会做切割嘛 好像他好可怜啊 他被他疯掉了 好像那个疯的这个因素 他疯的这个原因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会变疯子的这个原因 我们说好像这个人 跟他为什么会变疯 好像是两个可以分开的 一样呢 那一样我们在做这个人 与他的烦恼也可以这样一样的切开 这个人是 不是这个人是坏的 而是什么呢 是他的因为他的烦恼 因为他的这个称恨 而被逼迫来讲呢 那如果这样思维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说 对于品性是恶的这个人 可以正为正爱的 他是被什么 他被他的烦恼被逼迫的 他才会做出这种的行为 不是他本人 不是他本身是恶的 而是他被他的这个烦恼去逼迫 就像什么呢 对于疯子 跟他所做出来的行为一样的 那当我们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 是不是对于我们就说 那个品性是恶的 已经做了 做了那个错误的行为 或者那种颠倒的行为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心绪当中 对他身体称心 是不是就会降低 或者对他不会生体称心 是不是对于应该会降低 对于一个状况 对于一般的状况 就会降低 就是要降低 如果您会降低 还可以降低 就是要降低 那么人会降低 那么就能降低 那么就能降低 对于不是 那他的赁主汤 你见这边 因为你降低 就能降低 或者说 是心动的 在原先生 为何时 如果你想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需要 淡淡,要求 用另一種修的荷亂 要求,要求 用 不安报 要求 冠军 要求 用 化妞 要求的 利用 力 大便是一随。 在这些地方,你会有个足够的。 这就是,不说要不要乱沉稳, 所以这个比赛和发生。 这个道路状的话, 在没有乱沉地的阻害。 能不能按摩在一起。 因为在这边, 既然有个随便。 你找你不及聚焦華人回去,這邊是一步的 他們想 用一些指揮的線量, 你只是說這道理的線量, 一步的線量是想要的, 而且這道理就不少用, 用一步的線量正在街上, 用一步的線量, 你不再去那邊, 那如果真的要去对峙 这样一个品性是恶的人 就知道说我们是用这种的 恶语相待啊 或者说这个行为 是没有办法 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呢 真正的敌人是他的心虚的烦恼 如果要去对峙的话 要去敌对的话呢 是要对这个 也真的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了 他心虚的烦恼 真正的那个敌人 不是那个发疯的人 或者说有这个生气的 烦恼的这个人 而是他心虚的烦恼 才是真正的来讲的 反而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去报复 如果是报复这个人的话呢 会有发生什么呢 那吉天菩萨在他的 入菩萨心就说了 如果在于这种发疯的这个人 或者这个应该不要说发疯的人 而是说生起烦恼的这个人 我们去对付于他的时候呢 一点用处都没有嘛 反而是什么呢 是好像说是帮助他的 再生起更生气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他生气的时候 发疯的时候 秉性是恶的时候 如果他打我的时候呢 我们真正的敌人 不是这个人 也不是他的手 而是什么呢 是他心虚的烦恼 他这个心虚烦恼 才是真正的来讲 如果我们要去对付 要去报复 这个来讲的话呢 那要是报复这个烦恼 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一般世间的玉来讲上 如果在火上你铺油的话呢 是不是只使这个火更为旺盛而已啊 如果要灭这个火是什么呢 是我们乃至要丢水 是要撒水或撒沙子一样 他有办法把这个火灭掉嘛 你在这个火上面如果撒水 撒不是撒水 如果在火这上面撒油的话呢 是不是等于说在助长 这个火更为旺盛 没有对于说要去熄灭这个火一样 所以在于说 这个起这个烦恼的人的时候呢 如果我在这边再去骂他 再去伤害他 或者去危害他的 这等等来讲的话呢 等于是怎么在火上加油而已啊 让他更有机会而去 去更为狂妄啊 更为赤胜啊 所以真的可以对待 或者去报复什么呢 是在这个情况什么 对于说修持忍辱啊 因为毕竟什么呢 毕竟对方是人嘛 他要引述 如果在这情况我们说 纵使我们没有办法对他说 对不起 可是因为是人 我们可以也或者 自总是没有办法说 叫他说你吉祥如意啊 人的来讲呢 在这种情况 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说 这种等等去这样子来讲 因为忍辱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这个姻缘给他说 让他这个称恨 或者这个烦恼 升起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熄灭掉 讲吧 他自然有这个姻缘 让他可以熄灭掉 没有给他那个姻缘 或者那个火柴 或者那种条件 让他再更为赤胜升起了 所以最好让他这种的烦恼 或至少那个称恨 可以熄灭的是什么呢 就在这边是修忍辱的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想到 把这种烦恨的 人没有想到 因为他在这种烦恨的 他就会熄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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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也会熄灭掉 他们说 もう一筋过多的干吗 但是 If you wonder,使用力本来做惊喜。 若 Jung问到一 bunch这月很符合等, 在他们终于带过他们之后就会分成异 pec IMQ旦犠这个东西。 这有个验托因果,若 Singh问学会有问题, 就像你再举一个例子来讲说 你看我们在世间 如果我们知道是 这个人是被买通了 或者被付费了 说他必须来打我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是 他是被给予钱 被买通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生气的是谁 是被买通的那个人呢 还是给他钱的那个人 我们主要说 他被指使他的那个人 我们最生气吗 就像我们说最生气 或者最讨厌的是 他指使他 怎么那么可恶啊 罪祸是在谁 是在指使他的人 而不是在于 被收钱的去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呢 那我们现在等于说什么一样 我的烦恼的这个因素 或者他人的心虚 这个烦恼的因素 使这个人用他的手 去来打我了吗 如果来讲的话 跟我最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因为最有关系打我的是那个手啊 可是我们都不对那个手去生气 也说什么呢 也实际来讲说 这个人是被买通了 他被什么买通 他被他心虚的烦恼买通 可是我们都不生气 对那个烦恼去生气 是对那个人去生气的时候呢 是不是一点原因都没有啊 如果真的要生气的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说是指使这个人 跟指使这个手的最主要的货源 是什么是在烦恼一样吗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 被人买通之后 而去打人的时候 最主要生气的 或者说罪在谁的身上 是指使他的人来讲一样呢 像这个被指使的是什么 是被烦恼去指使的 可是往往很奇怪 我们都不会去讨厌 或者想要对峙 那个烦恼 或者也不会去说 这是那个手的那个罪祸 而是说什么呢 我们说是那个人的罪祸 是不是很好笑 跟我们一般的那个常理的 是刚好颠倒来讲的时候呢 这种思维的是在什么 在那种 吉天菩萨 他的入菩萨行论 有给予这种的教授 好 好 提起来 他修罗个人的 他修七人 他修七人 修七人 修罗个人 修罗个人 在那种 那种流行的 人生事 我们都在那种 修罗个人 在那种流行的 人生事 修罗个人 人生事 他修罗个人 是 我顶过来的 说 这个 人生事 在那种流行的 他 那我们从第四季到第五季又更为真强了更为真胜 这是什么呢 因为前面第四季是不是讲说是秉性是恶 它本来就是恶的时候 可是它没有针对对我造作恶劣的行为 现在第五季宋是在指说什么呢 是比刚刚第四季宋更为强烈更为困难的 什么来讲的时候呢 因为现在不仅仅是它是秉性是 它本来就是恶的现在什么 它对我也造作恶了 所以在我们如果要对这个第五季宋 来做一个标题或者一个命名来讲说什么呢 对自己所伤害者更为珍爱珍惜 就是对自己 对危害自己的那些人 对自己造作伤害 对自己危害的那些人 更为去珍爱珍惜 因为用恶要来说第四季宋跟第五季宋的差距是什么呢 第四季宋是说他本来他本性就是恶的嘛 他现在是更为困难 或者更为对他生起爱他心的更为困难是什么呢 对于前面的对于说秉性是恶的人 生起要爱他心就很困难了 可是什么第五季宋是什么是 更为困难说什么是 不仅仅他的本来体性就是恶的 他现在对我也造作恶的人呢 一般来讲对他要生起爱他心 是不是更为困难了更为辛苦了 有没有惊力 他要去做这种不同的教育 但是他要去世的 然后要去世的 你都说哪有什么 能不能说 你怎么做 对他要去世的 你都说 你能让他做什么 你都说 你都说 他要去世的 你自己的 这种是 这种是 你自然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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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让某种程度上来的 我们 也要有投资的 让我们赶紧一样 对我们赶紧一样 我们也有信任何人 为什么赶紧一样 在我们都给予建物 我们有信任何人 我们不静得了 但是说,有些学生,学生也不在习惯, 不见没有生存的, 那我们第五个基数大家如果看的话说什么是 因为这边的几个祭诵的结构 跟我们藏文的这个结构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先念 然后我们再慢慢来解释 它说什么呢 他人出以嫉妒心 非礼辱骂 奔我等 出二会言我取受 愿将胜利奉献他 在这边的祭诵 在中文的祭诵 有少几个藏文的意思 我还是就是用藏文的意思 来跟大家讲的时候 说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应该还是在把我再放在前面 我们在藏文是我先 是 对我 对修行者我呢 他出于嫉妒心的时候呢 他出于嫉妒心对我什么呢 对我 这个为因 他的因 因为第一个是对象 是我 我本身 他是什么呢 他是因为他的因是什么 以嫉妒心 他用什么行为呢 是我们这边来讲是 辱跟骂 或者应该说 他这边来讲说 应该说 或者说骂跟棒 或者应该说 我这样应该讲的说是 辱骂跟棒这二者 在藏文是 辱骂棒等 因为辱跟辱骂跟棒 在藏文来讲的话 这都是说 是嘴巴上所出的行为 辱骂跟棒 辱骂是什么呢 辱骂是说 没有原因 那叫在那边念念念念 那叫辱骂那样子 那叫辱 没有什么正当的原因 而就是那种 所谓的碎碎念 这叫辱骂 而棒是什么呢 实际不是这样子 而他这样子来去说的话 这叫为棒 等这些的不正当 所谓的棒 就是什么呢 自己没有做到的 或者乃至没有发生的事情 他在自己塑造 而说出这种等等的 这样子来讲这个棒 是不是这两个辱骂跟棒 都是在于言语上的这个行为 还有我们在藏文说 辱骂棒等 这些不应该的 不正当的 不应该的什么呢 这些 所有一切的吃亏啊 我要自取 等人家里有的 所谓人家里有的 你去带来的就有了 你不去带来的就有了 那就是说 在带来的 特别人不去带来的 但是 因为我说我们在藏文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没有这个初恶会言 在这几个会 这个字在藏文是没有的 在字面上没有这个初恶会言 的这个行为都没有 因为我们这只有说什么呢 是辱骂棒等 棒等 辱骂棒等 非礼的这些行为 那辱骂棒等 这个非礼的行为里面有讲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字面上是不是只有说到是 语言上的 辱骂跟棒都是语言的 还不仅是语言 而在什么 在身体上面的行为 比如说他打我 捶我 丢东西 等等这个粗暴的行为 都包含在这个 等这个字里面 等等在这个 不管是生 语 这个所谓的 看 因为他这个翻译者 他这边把它翻成是 粗暴会言 他反而少翻了帐文是什么呢 等这些的吃亏的事情 我自取 就是吃亏 这个吃亏 这边来讲所谓的吃亏 这个字取 以及说什么 愿将胜利 就是什么 那个胜算 胜利来讲 这个因为我们 我们这边所谓的吃亏跟胜利 不是在讲说什么 我们不是说是世间的那种 好像我赢 我输你赢 或者我赢你输 不是在讲说输赢 这个来讲的 这边讲所谓的吃亏奉献 吃亏我自取 去奉献我给人的 是什么呢 这好像在表面上 看起来好像是说什么呢 这种的 好像没有好处 这种被人家骂 被人家打 这些吃亏呢 我自己来持绣 我自己来承担 看我把这些 所有一切的好处 所有一切的这些的胜利 我都奉献 或者给予他者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时候 我们这个吃亏跟胜利是什么 是在世间的上面所说的 吃亏跟胜利 可是实际上真正的吃亏跟胜利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胜利在我们这一方 吃亏在他方 在世间上看起来好像我吃亏了 我被人家骂了 我被人家打了 等等的 好像把他的那种的 胜算或者好处给人家 可是实际上来讲 我在这个吃亏 我在这个被 好像在世间上看他说什么 好像我被忍受啊 或者我吃亏等等的 实际上什么 我是在赞赔一样 我是得到胜利 而他因为抓住这个恶业的行为 他抓住这个错误的行为呢 他什么呢 他吃亏了了 那这个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比喻啊 我自己说就可以 我们不搭用时间 对 那个桑大寺有一个格西 他不是学习什么高的 真的不是 然后他毕业以后 一般的格西 他毕业以后去我的老家 我们是那个 所以到了那边以后啊 有一天 那个格西 他的亲弟弟和别人吵架 吵架以后就是 互相那个刺那个刀 刺刀以后就是 两个都那个刀掉下来 刀下来 刀下来 刀下来对 刀下来的时候 那个格西 没有帮他自己的那个亲弟弟 刀下来以后啊 他第一个 抱的就是 其他人 抱过去 然后带医院 对 他听到我去的 听 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 对不对 所以 从那个开始 就是 那个格西吃贵吗 没吃贵 从那个开始 就是我们那个老江 非常有名 他是真正的学习者 但是 真正的学习 这就 至于 如果我们要花了一种有意义的 比如说 靖泰寺有意义的 在始朗语的语言上,如果是否所谓的话, 如果是否所谓的语言上, 当时是否所谓, 我所谓的语言上, 但我所谓的语言上, 在现在的语言上, 在语言上, 在语言上, 这语言上, 我所谓的语言上, 那第六季的话 变为更为难或更为强烈的是什么呢 我们第四季是说他本来就是恶劣的人 还有第五季是什么呢 是他不仅是他是恶劣的人 而是他是针对我 针对我而伤害的 而第六季是什么呢 他不仅是他本来就是恶的 而他是针对我 而现在是什么呢 那个对象是我往昔是帮助的对象的 我所帮助的对象 他现在是什么 他是报复我了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还责霸了是什么 这个人本来就是很恶劣的 或者说这个人是什么呢 是针对我了 我们这个都还可以忍耐或忍受 现在不是 现在是什么是 他不仅是本性是恶的 他是针对我 而是什么呢 是我给他所有的好处 我往昔都在帮助他的 给他所有的这个 这个来讲呢 可能我们用简单来说 是忘恩负益的来讲 是要去 来对待我的时候呢 这是我们常人是一般 没有办法去忍受的 或者内心没有办法去承担 或者忍受的这种的 这种的 这个伤害 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如果以为父母亲来讲的话呢 纵使是别的人来伤害他们的话呢 他们可能还可以忍受啊 或者承受这个来讲 可是什么是他一辈子爱护的 疼爱的这种子女啊 那种子女的时候呢 而对他们来去造作伤害 或者是去辱骂 等等他们的时候呢 这对父母亲来讲是 很难去承担 很难去承受啊 你看我们在一般生活 不是来讲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说 奇怪哦 我一般对他那么好 我帮助他那么多事情 他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呢 是不是我们常常很难去接受 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我说 这种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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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如果取一个名字 为这个第六个名字 说什么呢 我所帮助的这些人 我所帮助的 或利益的这些的对象呢 他如果对我伤害的话呢 更为珍爱 更为珍惜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在 在于第四季 第五季 第六季来讲 也更为说是更为强烈了 来自以来讲 因为在第四季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只是说 我们前面来讲的是什么 愿长珍惜是难保吗 是难得的保 只有珍惜了 第五季是什么呢 是愿意把所有一切的胜利 都奉献给他了 而变成更为强烈了 而第六季不仅仅是说 把胜利给他 也说愿世比为善之士 把人家看成为善之士 更为强烈了 每一个前面的第四季 只是珍惜这个姻缘 第五季说把所有的胜利都给人家了 第五六季是什么 把他看成为自己的最清净的善之士呢 那这边要什么呢 说 是我们说 我帮助的某一个对象 以及给他众望 厚望的这个人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说什么 他说 在这个时候 如果加以说那种不正当的 不应该的这种的 恶劣的行为来的时候 我说什么 说愿世比为善之士 要有这个心态 要有可以承担说什么呢 我愿意把他 把这个一种 这个人看成为说什么呢 是为善之士般的去看待 他们说 我愿意把他做的 那就是 什么 我愿意把他做的 我愿意把他做的 一个 所以 如果 我愿意把他做的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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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做种特别、 和说特别、还有很高所谓的 在相居下的练习的练习的集团 因为他才有练习的 集团 现在的练习的练习的常习 跟进出的 练习的工作 你不说的 我们有人家真的要去 这会儿了 我们一年都没在买 这边说的 院士比为善知事 不是说我们要去 大家离经三拜 把他放在佛堂的 这个善知事 而这参知事所谓说 他给我们因缘而去学习的 给我们最好学习的对象 就像我们前几天不是在讲 在语入菩萨行论讲说什么呢 给予我们可以学习忍辱的 最好的对境是什么呢 不是佛 也不是菩萨 也不是那些善良的众生 可以让我们学习忍辱 就是那些敌人 我讨厌的 称恨的对象 才是我真的学忍辱的对象 如果你说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什么 我对佛菩萨 对我的亲爱的朋友 家人去学习 但是骗人的 真正的可以修忍辱才是什么 是敌人 讨厌的人才有修忍辱 最出胜的人忍辱 为什么一般我看到敌人 我说不要修忍辱 我给他一个拳头 给他拳头的对象来讲 而不是修忍辱 这边来讲真正的 可以修忍辱的对象 唯有一个什么呢 唯有就是我们这种 不喜欢的 讨厌的 这种的敌人才有办法 修忍辱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 敌人或者这种讨厌的人呢 他是更正给我们机缘 给我这个机会 才有这个因缘去修学善知识 所以他是以这样子的说 他给予我这个机缘 给予我最好的教授 去修持忍辱而叫之为善知识 而不是我们说什么 我们像他行大礼 三拜 放在佛堂上等等为善知识 我们来讲 三拜 他们给予你 读学善知识 我们来说 一边就要做 我们来说 你不想做 这个东西 就要做 你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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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藏文的善知识这个几个词里面来讲的话呢 他们也就真的是所谓的善知识 为什么是善知识呢 我们在藏文的善知识的词汇是说什么 能帮助增长我心绪当中的助办或者友人 我们称之为善知识 但是这个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在讲说善知识 善是什么是自己心绪的善业善法 而知识在藏文的知跟识是什么是 知的意思是什么是朋友 朋友和是 这个词代表是什么呢 这样他作为助办友谊 有帮助来讲的做来讲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真正的这些的敌人 或者这些的恶性的行为的人来 真正在于我什么 让我心绪当中可以生起忍辱 可以生起利他的心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让我在帮助我 或者有助长我 在我的心绪当中可以生起忍辱 爱他的心的为友伴或者他的姻缘来讲的话 所以他们我们才称之为善知识 这就是善知识 这种突然辣 这种突然辣 因为在藏文的善知识 因为我们中文这个知识它比较没有这个来讲 在逐字 逐字在占文的话 他名副了 因为善是什么 我心虚的善法 我心虚 以特别这边来讲的话 在善法当中 因为我们在这边是在讲说 爱他心 忍辱等的时候 这个善 这个爱他心 这个忍辱在我的心虚 可以生起的是由他作为助办 由他作为友谊 由他的因缘而生起来缘故 是不是这些敌人 这些的我们讨厌的对象 变成我们真正的善之士了 那以上 前面六记来讲的话 等于是说 那你们在 已经讲了说 要在内心的思维 是讲得这么高深的时候 第七记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付出于行为了 前面讲的那么高深 那么高深的这些 等等的动机 或者内心的行为的时候 现在第七记的时候 是要付出于实践 实际的行为的时刻来临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起了一个很小的一个 也是我们那个西藏啊 有一个茶馆里面 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啊 这是前年就说的 有一个孙人 还有住在这里 就是喝茶 旁边就是有一个居士 不是孙人的那个 有几个 然后有一个乞丐 然后来到那个孙人身边 然后给一个东西 给一个东西 哎 他不注意啊 自己喝茶 然后旁边的那个 他就是说什么 哎 乞丐 来来来来 我这里来 他们是那个 讲布式的 不是给布式的 给布 给布式的就是我们 来来来 我要给 对呀 所以讲讲讲讲 如果就是 是吧 拿来了吗 他说 所以呢 这个不是 只是在讲 不是只是耍嘴皮子啊 是要付出于行为的 对 所以 他说的对啊 所以他也是 我三年以后 怎么练习的意思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因为那个僧人 就被人很害羞了 就站起来就逃走了 所以就是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啊 我们在对七纪的时候 是说 以上是说了 在要调整心态 第七纪已经讲说 不要只是刷嘴皮子了 而是要真的付出于行为了 就是 对啊 一样的 称什么 就这样子 对呀 没有把手捏得了 对呀 还可以收拾了 我是 启示增长当地主言 有些离谱都能推荐 如果说是哪里都能推荐 他们们呼吁独特别的建议 申请地谱 申请地谱 在乌尔中 申请地谱 中国人的宣传 这种作户人第三个作户人 我们开始讲和学习联系 我们做美丽的事 我们开始做护刀 经教证他们的进化 也不会忘记越来的 自然有婚夫人 老他说 是由省美丽的故事 都只是不去 如果自己的家人也要走 去找某些人, 在某些人的作品, 去找某些人, 去找某些人。 那些人有些人, 她只能去找某些人。 她也在某些人, 她只能去找某些人。 她只能去找某些人, 这个故事, 这是某些人。 她只能去找某些人, 这个故事。 不认识自己長期交易中的医院 在医院上的医院当中的医院 提供医院在医院上的医院 有些关系的读书 都说的是医院当中 是医院院的医院 人比联系的医院 们在医院的医院里面 通常是医院的医院 会用医院的医院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第七季就是付出于行为的说什么是 那这边来讲的话 主要是在讲说 这边开始有付出于行为的时候 是特有什么呢 是特有取跟舍的这样去行为 去示威 那取跟舍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前几天讲的说 修持大慈跟大悲 看大慈跟大悲来讲的话呢 这个大慈 虽然没有在七因果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修持什么呢 是先透由说 欢羞 大悲心 这大悲心什么是在我把 我在取的时候呢 就像什么呢 我们观想好像就像如同一个小鸟 把那个羽毛 好像羽毛散掉了一样 散掉的这个时候呢 把那个一一集中起来 把这个像这样把它抓回来 把这个所有的苦难呢 把有众生的所有的苦难 好像我拉进来 拉到我的心中这边的时候呢 这边是以在于大悲心的去 把这个我爱之 把这个我爱之的所有的苦难 全部都把它都取在于 自己内心之后呢 而在说什么呢 而 说以这种所谓的大慈心 把所有一切的爱他心 跟一切的 跟一切的 那思维 思维 大爱心 或者 对不起 大慈心 和思维 大慈心的时候 把思维说 这个在内心 视为的大慈心 而实际的 把所有的利乐 把所有一切的好处 都去观想说 说给予他者呢 就是这种的思维呢 这个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愿望 而是实际的这样去说 观想我们在将来 给予他者的时候呢 这都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在于 刚刚的词句说 无论直接与间接里面的 这个间接的这个心 因为它没有直接帮助 它是间接在内心 做于那个取跟舍的这个观想 或者来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取跟舍的这个修行呢 在实际帮助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直接 付诸与直接的行为是什么呢 说直接是什么 实际付诸的行为 我尽量的去付诸 不管我们 按照我们自己的所能 乃至对于说 三者的这种布施 不管是说财经布施也好 无畏布施也好 所谓的法布施也好 总之怎么样的一个布施 尽量的去照做 而去做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在于 间接的去舍 爱他心 或所有悲心的 这间接在内心的行为呢 在直接什么的 直接付出于 我们尽量的去 付出这个行为 而去帮助他 而不一定只有 不一定只有在布施 而是实际 名副其实的 而去帮助他人 而利益他者 那如果我们可以从这种小小的部分 或者这种眼前的这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起头的话呢 这就变成什么呢 我们在世间上所说的 名副其实的去利益他者 而不是说刷 只是刷嘴皮子 那我们这边来讲 那我们这边来讲 如果把这个第七季取一个名字 或给一个标题来说 就是爱他心的果 直接间接的取舍 就是爱他心的这个果 有直接跟间接 间接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说 修持在内心当中的这个修持 这个取跟舍 跟大悲心 大慈心 真的方法 和直接的是什么 就是直接付出于行为的 就直接在自己随份随力的 名副其实去帮助或者利益他者 嗯 嗯 但如果整个大悲心 给他们做一个事 每一次都运动 每一切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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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的 order 每一切都提到 所以我觉得人家没长时间 对于我们出生 吗? 如果都运动 自己运动 是吗? 那这边的字幕 所以说 那些人都在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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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就是 无论直接与间接 愿献利乐与慈母 如母有情诸苦患 我愿暗中自取受 和我们这边来讲 这个暗中 或者在藏文的话 它比较是秘密的 秘密的去取受 那现在来讲是 完全跟现在不符合 现在来讲只要乃至布施一块钱 马上就自拍放到脸书 放在抖音上面 来发布跟全世界 知道这些事情来讲的话 这些就不是真正的 我们这边讲的所谓的取跟受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跟世间八法结合在一起 这种微不足道的小小一件事情 而就要去跟 公告仪式一样的 这都是跟世间八法而结合的 而真正的要去修持来讲的话 人家知道也好 人家不知道也好 那我就可以这样子 随分随力的 而自己去做的话就可以了 那这个后面最后一记得是什么 也是算总结 总摄其意 那总之以上所有的修持 所有的行为 都应该是什么 跟世间八法不要结合在一起 不要结合世间八法 这些人都没有开心 就做了 但是因为在世间八法 他们人家都没有开心 他们的东西 要是要有很多 人家都没有开心 那些人都没有开心 那些人在家 他们有没有开心 他们会想要开心 那些人都没有开心 那么他们的这个 那么他们的东西 这些人会想要开心 那么他就要开心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 所以想说一切的行为 不应该与世间八法结合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愿此一切我所行 不为八法念够然 这个来讲的话 以上这所有的行为 不仅仅是 不应该由世间八法所为结合 不要被他污垢而影响 什么还要什么 以知诸法如幻治 这什么呢 一切这以上的诸法 都要像什么呢 就我们以三轮体空 而去修持 那三轮体空的修持是什么呢 就在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是以修持 爱他心来讲的话 就是以修行者本身 所修持的静 所修持的这个动作 应该说 应该我来讲的话 我把它结合是 修爱他心的这个人来讲 他去爱他 这个爱他心的 所爱的对象来讲也好 或者爱的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这一切都没有丝毫的地时的成就 或者没有丝毫的地时成立 没有志向成立 这以这样的观修 这完全是无地时的这个智慧 而去修持来讲的话 而去观修 这为无地时而去配合的去修持 它就变成所谓的智慧跟方便的双运了 智慧跟方便的双修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以知诸法如幻智 有这种万法是如幻如化 三文体空的 而去修持 以这种智慧方便的双运 无止离福而卸托 那无止离福而卸托 这个说什么 因为无止是没有对他的地时的执着 以这个无地时的执着来讲 离开什么束缚呢 离开法我执的束缚 他由了解无止 不具对于以上的这种的地时存在的执着 而去断除了法我执的束缚来讲 而获得最究竟的这个卸托 而是什么 获得圆满的一切种子的佛果位 所以无止离福而卸托 这个卸托是在指什么 而脱离是在讲什么 是大卸托一切种子的这个果位 那这以上来讲的话 是我们对于一个对于修行八级的一个 简短的或者恶药的这个教授 在这边算传圆满的 好 那我们今天要上这边还等下来 那老师说 没关系那就不用了 那因为今天晚上再一起一并了 就是我说那如果有些人 没办法晚上 没办法来 那就没关系 没关系 心意到就好了 我们全部就是在 晚上一并来的 就是晚上一并做就好了 大家心意临的就好了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拖了很多时间 他对大家很抱歉 我们多上了半个小时 按我们今天来讲 那我们赶快就下课 大家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那大家请合照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受住人的 臣词 感谢 入门 中人 都 入门 暴 中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